在巴黎奥运双双摘下铜牌的无情战队 吴诗仪 陈念琴终于搭击反台 吸引众多粉丝热情接机 两人也用大大笑容和粉丝合照挥手 而陈念琴一拿起麦克风 全场笑声就没停过 大家好 我是念琴 好 停 场上霸气 场下幽默的他 面对麦克风出现电流声干扰 还自得其乐化身DJ 不过陈念琴也直呼想念佳人 回家一定会来个大抱抱 另外也很想念宠物兔子 还高喊梦想还没到手 想把奖牌换成金牌 我在这边先放教练一个假 在这边当然要先放假 因为就是教练 还有我们整个团队的 整个备葬过程是很辛苦 另一头吴诗仪的家人 亲友 学弟 学妹 也通通总动员来接鸡 让吴诗仪乐开怀 鸡汤面间公修特别来 爸爸平常都不公修了 会继续加油努力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拳击 喜欢拳击 而三度挑战奥运殿堂的 桌球一姐 郑怡静 也期许自己能再战2028奥运 我也希望可以再继续拼 然后也希望可以帮助 乐爱桌球的选手 然后一起追梦 谢谢 另外包括田径好手 彭明洋 杨俊翰 拳击好手黄晓文 甘家威 赖主恩 也纷纷一同搭击回台 将持续努力 为台湾争光 TV的新闻 中文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